譬如說你在大陸有看過微信,沒想到來討論 幫你副頻道 我們今天在這個創業園區下面也有看到一台這個 我們之前去看展的時候就有看過他們在展示那個東西 你記得嗎? 那個是有攝影機的 然後這個好奇怪喔 我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麼扣款 他直接就 打電話來扣款 他直接我們拿走他就知道付錢 門一關他就知道付錢 對,其實我們剛剛已經買了 而且沒有扣款,沒有掃碼的動作 他就知道我拿那個 現在台灣的無人商店 電子支付已經開始 我覺得準備要大推廣 因為現在這個電子支付已經比較普及了 所以這種東西就越來越多 我覺得以前就是卡帶支付的問題 對 還不要這麼急 對 我們剛剛就是因為剛剛開完會 然後來這邊 然後看到這邊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想說 試一下 然後我們就用電子支付 他直接 本來就打開了 對啊,這樣蠻不錯的 那個上面上班度之後可以下來 對 就不用跑那麼遠 然後他這個價位我覺得還可以啦 中等 中等 對啊,你看他直接不用人在這邊買單 那就是有放一個東西 那我們之前在這個 微信支付在大陸 他是整家店 整排 對 整間店 我可能也以為台灣 台灣應該好像也有整間店了吧 台灣也是微信這樣掃一下 他們才會打開 你說台灣嗎 對 我講錯了 這個大陸 中國大陸 微信這樣掃一下 對啊 然後那個 華香北那邊也有 整家店 全部都是 但我們好奇的是 他怎麼知道我拿什麼東西 以前在大陸看到那個 是你還要拿上面去掃嘛 他才知道你買什麼 我跟你講 這個最有趣的是什麼 你如果說這個飲料上面有感應 他知道我拿哪一個 那就算了 這個放在這個綠色甲草皮上面 這是沒有感應 這不可能有感應器 但是我現在發現 他每一個下面都有鋪一個東西 有沒有 我就覺得他感應器 你看他下面都有鋪的東西 那我如果把它打開裡面 把它弄亂 對啊,我就想 我如果把它全部給他呼呼 結果出來買單 兩千塊 哪邊 哪裡有感應器 每一層都有 每一層都有感應器嗎 我就看不到感應器 對啊,我們現在就是看不到感應器在哪裡 那兩條線 那兩條線就可以感應了 那兩條線就可以感應了 那真的可能是這個板子在感應 對 這個板子 我覺得還有可能是不是這個包裝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貼紙 你摸摸看這貼紙 好像是不是有特別的 類似像 那個埋藏那個晶片 應該沒有了 類似像那種 防盜貼紙的那種概念 就是你拿出來 那就可以 沒有 沒有,沒有東西 對,沒有東西 OK 好啦,這個 這家叫自由時間 對啊,不錯 我們剛好最近在拍這個體驗台灣的電子支付 剛好遇到這個小插曲 那之後會有正式的影片 讓Brian這支的頻道來預告一下 這裡啦 原來包裝上面有這個感應線圈 所以你看這裡也有 那我這邊呢 這裡也有 所以他就靠這個線 他可以知道誰離開了 他可以知道誰離開了這個冰箱 那個白癡還是靠板子的 那個 我啦 我說他 他是說蟹 我是說板子 我是說這個綠色草 我是說板子 有這個的話 他剛才說那兩條線就有可能 所以那個 他說的那個大哥說的兩條線 應該就是他那個是感應的那個 對,感應這個 對,感應這個 就像你講的以前 拿出去就會叫那個東西出來 對對對 好 很厲害的 好,來吃一下 我們最近體驗很多 台灣新的電子支付 賣的關子 先不要跟他講 不是哪個電子支付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這片得巧 對 好啦 好,掰掰 掰掰 那這一